妳其實收入滿不錯 是六位數 但是妳一個月 妳吃飯花不到三千 等一下 吃飯三千一個月妳怎麼吃 我就是專業趁吃飯戶 你知道嗎 因為我算是對自己很不好的人 我可以在其他地方花費 但是我對自己吃這件事情 我不愛吃美食 然後我就會 我就覺得像我自己 我前一陣子就是確診 然後隔離的時候 我就想說讓自己 更可憐一點好了 所以我在確診隔離的那幾天 我那時候還是七天隔離 身體需要補一下 沒有 我就想說我已經這麼可憐 那隔離關了 我就讓自己更可憐 然後我就是自己 就是叫那個外送 然後我就吃泡麵 然後我就煮蛋這樣子 我就想說我就可憐到底 然後我在那七天 我就省得滿多錢的 OK 然後另外 我自己在吃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會是吃那種 譬如說現在便利商店 他們會有那種 御飯糰配那個飲料是一種 另外一種呢 是他們在晚上八九點 或是十一點之後 他們會那種真實 六五折的那個東西 對 我是會去看的人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那種 貪小便宜的那種心態 就覺得說我一樣要吃東西 然後我吃到這種六五折 我就好開心喔之類的 然後其實大部分呢 為什麼我吃飯不用花費 是因為我旁邊 有一群好朋友們 對 每次出去 他們都會請我吃飯 OK 好 但是妳後面這個 實在是差太多 妳這個做臉 染髮 製妝費 一個月要三萬啊 對 還包括美獎 根本看一下 因為我算是一個 比較浮誇的人 所以我做指甲的話 我可能就常常會有個 大蝴蝶接啊 或是那種很Over的這樣 然後像頭髮的部分呢 就像我今天頭髮也是嘛 就可能會直接髮啦 什麼的 然後服裝的部分 我真的很誇張 我覺得那個歌 也看得很想瘋掉吧 所以妳花這個 妳覺得OK 吃妳就覺得捨不得 對 我覺得我在外債 我可以投資 但是吃進肚子裡面 反正它都要出來的 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就隨便吃吃就好 反正都會長大啊這樣子 對 我覺得妳很孝順耶 對 孝親費的部分對不對 還有貸款也是她繳的耶 對 因為我是老大 所以我想說我下輩子 不要當老大好了 來握個手 妳也是嗎 對 大姐辛苦了 真的 妳就會覺得說 好像弟弟妹妹 就我有一個弟弟 一個妹妹 那他們雖然也在工作 可是我覺得說我老大 我就是要扛起來 他們想說有姐姐就好了 對 然後他們全部都靠我 那曾經 因為曾經我家 其實就是有起起落落過 我們家有曾經那種一次 開了四五間中醫診所這樣子 然後我起起落落過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會 譬如說有一些貸款啦 或者是有需要的一些資金周轉 都會是我來投資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會有固定 這樣的開銷 但我們房貸已經 現在講完了 很開心 很棒耶 OK 好 妳這麼辛苦的工作 但妳曾經也做過白工 什麼情況 我覺得那是我算滿衰的事 就是我們常常會去主持的時候 有些他們付的款 譬如說尾牙 我也是一年主持一個尾牙廠 然後它是到當場之後 會付款給你 然後那一天他們就是很多人 然後他們想說 那這樣圓圓 我先把款給你好了 這樣你結束的時候 你就不用找我們 你就可以直接散 然後說這樣也很好啊 因為不然他們其實都會有 那種集氣支票或等等或匯款 那我說好 那現金好 結果後來那一天 我就特別拿了就是 沒有很大碟啦 就是一小碟的錢這樣 就是我的主持費用 那我就很怕 因為那時候後台滿多人的 然後他們是那種沒有休息室 他們是搭舞台 然後後面有帳篷給藝人 主持人的 然後後來我就把這個錢 我就想說不行 我要把它塞在很隱秘的地方 我就把它塞進包包 那個夾層裡面 還用東西蓋起來什麼的 然後東西 然後我還把那個衣服什麼 全部疊在上面 我想說 我應該萬無一失了 不可能這麼衰吧 結果那一天結束了之後 我主持完結束之後 我搭了計程車 我要付錢的時候 我打開那個夾層 東西全部扒開 我的紅包袋裡面一打開 那一疊通通不見了 完全不見了 一疊錢不見了 可是這時候我能怎麼辦 因為他們主辦犯 我不可能打電話去說 那個我的錢有可能在這邊 有人偷了或幹嘛之類的 就是你會不好意思跟他們開這個口 你只能自認倒霉 所以就是做白宮就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以後還是要包包不離身 對 我覺得應該是 或者是說 不要先在當場拿錢這件事情 OK 身上不要拿太多現金 真的 那時候我真的很心疼 那時候我坐在 那時候我坐計程車 我沒錢付你知道 那我怎麼辦 司機大哥你幫我開到 那個便利商店門口 然後讓我去領個錢 領完錢之後給他 然後我就走進去那個 便利商店的椅子那邊 我在那邊哭 因為我覺得我好可憐 很辛酸 因為辛苦了一整天 又沒有了 酬勞也沒了 是零 我覺得好慘 你連談感情要求桃花 都會花很多冤枉錢 因為我有一次我一個朋友 他看我單身很久 他帶我去一個廟 但是他那種宮廟 它是那種私人的廟 不是那種大大街 像行天宮那種的 他就是把一個神壇開 那種廟這樣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那個很多朋友在那邊 跟他拜師父拜了之後 生小孩的有結婚的 好像很靈驗 你竟然單身那麼久 你要不要去 那我說好啊 這個朋友我也蠻信任的 那但是我先問 我很怕被騙錢 你知道嗎 我就說那我去 我不需要給他什麼 買花很多錢什麼的 他說不用 你水洗就好了 一兩百塊買個箱 那種水洗的 那合理喔 那找一天他就帶我去這樣 然後帶去之後 他就開始在我面前 拿那個紅色筆 我前世金聲講完 他就說 你之前是不是有去過廟 我說對啊 當然我去過廟 他說你去到一間 不對勁的廟 你被兵器卡住了 就是被那種斧頭 兵器卡住了之類 所以把你桃花斬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看到你緣分 下面通通是空的 我就覺得 對耶 等一下聽到這裡 你還沒有走喔 我還 你續續聽下去 我還在啊 因為我覺得他能夠看到 我前世金聲 我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還滿相信這種的 那我之前也滿常去廟 我真的說我去廟這樣 我就把他說我音源是空的 那我想說那這樣要怎麼解決 他就說他有辦法這樣 然後他就所謂 他就開始那天幫我做法 喝服水 他給我服什麼東西之類的這樣 然後完了之後結束之後呢 然後就說你今天開始了 你一定有緣分 你沒有緣分的話 你回來找我啦 然後那我就說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今天應該沒有什麼費用 然後他就給我一張紙 然後那張紙他就說 今天我幫你已經把這緣分 接回來了 那你就是 給接兩千塊就好了 那我說兩千塊好像也合理 然後順道還給我三天的服 給我回去這樣 那我說好 那合理 然後他說那因為我們就是用 那種信用卡扣款的方式 你保障你的安全 我也安全這樣子 然後他說 我們只限定這一次 絕對不會給你亂扣款 就否今天這樣 好 那我就付 再復線就好了 這不是最安全的 因為他就說他希望 存留我們的資料或什麼的 然後他說什麼要給神壇 前面給那個什麼 老天爺看 老天爺要看信用卡 對 然後我就寫了 然後寫完之後 他就給我扣兩千這樣 後來你知道嗎 我後來這件事情 我拜完之後 我也沒有去追溯 因為我之前拜過 大概一百間月老夢 也沒有實現過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沒有去 回憶到這件事情 可是快要接近一年後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我那個朋友 他就問我說 圓圓妳上次那個拜 怎麼好像感覺 好像沒有用這樣 怎麼還是單身 我就說 對 我們有去拜這一間對不對 然後後來你知道嗎 發生一個超扯的事情 我回溯了過去 我去看了 突然有一個靈感 我去看了帳單 他就問我的信用卡 每個月給我扣兩千 每個月扣 每個月扣兩千 你是訂閱制喔 對 就訂閱 還不能取消訂閱 就是一直給我扣兩千 扣了快一年 然後那時候突然驚覺說 我遇到神棍了這樣 但是我就告訴我朋友說 你給我帶去我那裡 我要跟他 我要把錢拿回來 那我這樣 你只說付一次而已 然後後來去的時候 他已經整間搬走了 對 他就是那種職業神棍 我覺得以後就擺一個 簡易的靈堂這樣 不是 靈堂 靈堂 一個神壇啦 我說錯了 我太生氣了 對不起 憲哥你怎麼看 他可能他滿會賺 也滿會被騙的 對 我覺得緣緣滿孝順的 這一點是一個非常好的 最近的一個社會裡面 很少有這樣孝順的女兒 不過她太善良了 譬如說她為了這個戀愛 她會沖昏頭 她可能會被愛情綁架 那其實善良 給對的人 那是一種希望 給了錯的人 那是一種失望 所以應該選擇 有底線的善良 做一個有原則的好人 那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的一個藝人 他的收入其實滿大的 但是消費也滿大的 我看他的消費其實還好 全部都是 比如說自己的製妝 然後創造自己的 那個品牌的一個價值 等等都很好 但是有一點真的是不行 就是對自己太酷了 你 因為那是省小錢花大錢 真的 對不對 媽媽應該有跟妳講 我們常常有一句話說 說欠吃不好 你身體要過好 尤其在未來一兩年裡面 景氣會越來越差 你要賺錢 你要接通告 你要這樣 每天接好幾個這樣跑 那萬一有一天的話 那你年輕的時候 你不養生 年老的時候養醫生 全世界最貴的就是醫院 真的 所以這一點來講 是一個真的是 是最大的缺點 OK 所以要有底氣 要有原則 你就可以省錢了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 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 網路獨享的好影片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好 有 我 有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